哦 这是什么地方 兄弟们 这边有一个向下的通道啊 看这个建筑风格像是一个地牢 不过还有灯笼 地牢应该没有 哦 这是村庄 兄弟们 哇 咱们应该大家都知道啊 这个世界里边是有村民的 只不过村民为了躲避寒冷移居了地下 这个话让我一下联想到了一个故人 这边还有铁哥 兄弟们 这个地方我觉得很不错啊 是一个风水宝地 我们可以把家安在这边 但是不要安在下边啊 我们要在地面上建造一个雪屋 看一下这边 这边还有个石箱子 看一下这石箱子里边 还有个锻造台 哇 村庄里边都是宝 还有绿宝石 还有岩浆 哎 兄弟们 可以啊 兄弟们 我决定了 我们就把家安在这边吧 这边还有一个站来挡着 这里边应该有危险啊 我们不进去 哇 这边还有一个向下的通道啊 兄弟们 从这边可以上去 从这边可以下去 这个村庄的规模这么大吗 下边还是村庄吗 应该是啊 啊 下边还是村庄 哎 妥了兄弟们 我们家就安在这边啊 但是我们现在先不急着探索村庄啊 我们要先把这个家搬过来 这边还有岩浆 取暖的问题也解决了 不过这个温度上升的有点慢啊 这边还有箱子 电动马达 还有照相机 哇 这边的物资是真的丰富啊 兄弟们 好 我决定了 把家先搬过来啊 我们现在先把背包里边的这些铜罐 全部都放下来 放下来之后 我们回家还要再取一批啊 然后我们先把这边 当做一个临时根据地 把上面的房子建好之后 我们再搬上去 我实在是不想住在地下了 兄弟们 住在地下真的是太压抑了 OK 差不多了啊 我们现在可以先回家了 看一下坐标啊 兄弟们 我们家离这边也不是很远 只有五百格 我们从这边一直走 就应该可以回家 这边还有大象 这个象应该还是猛马象啊 不用管它 它应该不会主动攻击我 不打我吧 它真的不主动攻击我 不打我吗 不打我我就走了哦 走了走了兄弟们 这边发现了一个掠夺者哨塔 这个哨塔我们之前来过 是没有掠夺者的 这个地 为什么这一次有呀 那我们就走了啊 不理它 不出意外的话 这附近应该还有一个高塔啊 我们第一次外出探索的时候 探索过这边 我们就不管了 走了 没错兄弟们 我看到了这高塔啊 我们之前来过这个地方 如果再往远走一点 我们可能就已经发现 那个地下村庄了 啊 这边这高塔很高 不过现在太阳快落山了 我们先回家 OK 经过长途跋涉 我们又回到了这个窝居啊 我们的地下室 这一次我们把这些罐子里边 东西全部都带走 以后可能就不会回来了 兄弟们 我们要走了 离开这个根据地 奔向我们的大豪宅 这边还有一些空的陶罐啊 我们背包里边的空间 还有一些 把这些陶罐也带走吧 我们之后可以当做一个储物空间来用 不过我们今天的话 应该走不了了 外边天黑了 我们先回家睡觉吧 再来这边住最后一晚 好的好的 元气满满的一天 兄弟们 我们走了 再见了 我的第一个根据地 好的兄弟们 我们又回来了 其实这个地方还是很好的 是一个很大的平原 然后还有一个村庄 供我们提供资源 然后这边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个小湖泊 我们可以在这个湖泊里边捕鱼啊 应该是这边 我记得我们之前来过好像看到了 这边有个小水池啊 我们可以在这边捕鱼 很不错 哎 这边还有个峡谷啊 行了 话不多说啊 我们先下去 我们先来把其他的陶罐摆在这边啊 然后呢 我们需要找一下这个建筑材料 我觉得在这边建筑的话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材料比较多 那就是雪块 就是这个东西啊 兄弟们 叫做积雪 通过雪球还有雪块就会合成 它不会塌方啊 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啊 我们可以用这个东西来建家 建造一个雪物啊 而且特别符合这个 冰天雪地的氛围对吧 先来做一些铲子吧 我们用方块把这入口挡一下啊 要不然这些村民也很可能跑出去 再往上走就跑出去了啊 把这边挡起来 它们就出不去了 OK 这边是很大的一片平原啊 我们可以在这边安家 我们用铲子铲一下这个雪球 多铲一点啊 哎呦 兄弟们 铲雪球再加上合成这个积雪的过程 太麻烦了 所以下边我们合成材料的过程 就给大家跳过了 挖了整整两天 铲子报废了四把 终于收集到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积雪啊 现在咱们就可以建家了 建家的话我们就建在这边吧 不管是制作积雪 还是我们建家 这个过程特别麻烦啊 所以难挂劲可能给大家跳过 或者是给大家加速一下 好的 兄弟们 我们这个雪屋现在也算是建好了吧 这个面积也还算是挺大的 但是肯定还不够啊 不过前期肯定是够用了啊 我们现在把地上的积雪给它铲一下 OK 这边就是我们的门啊 以后我们就可以从这边进去 其实我们可以在旁边再开一个房间啊 这个地方还是很大的 不过我们现在先把这边的这个积雪铲一下 要不然太乱了 好的 兄弟们 看一下这个效果怎么样 太好了 可以啊 兄弟们 这个雪屋绝对要比我们那个地下室强很多 其实我们现在背包里边还有很多积雪啊 我们完全可以在这边再开一个房间 我们先睡觉吧 然后把这边再开一个房间 那下面的过程还是要给大家跳过一下 OK 又在隔壁开了一个房间啊 但是由于我们现在没有火把了 这个顶部不能完全封起来啊 所以我们现在要回去制作一些火把 我们家里边好像没有煤炭了啊 兄弟们 只有这个焦煤 但这个焦煤不能合成煤炭 可以直接做火把吗 兄弟们 我们来试一下啊 来 焦煤放上去 可以做啊 那做一些火把 做什么火把呀 兄弟们 这不是登录吗 我们在家里边放些灯笼多好呀 为什么要做火把 哎呀 这个村庄是真的好 来 我们多收集一些灯笼 26个灯笼应该差不多了吧 我们用这些灯笼把我们家里边装修一下 但是我们还要做把铲子啊 我们这一次的铁定也剩都不多了 因为做铲子消耗了很多的铁定 好的 我们来把家里边全部都挂上灯笼啊 这一期又打了很长时间啊 我们还没有搬家啊 还没有搬东西 所以搬东西的过程 南瓜可能就会给大家留在线下了啊 我们先把这个灯笼搞一下 好的 应该差不多了吧兄弟们 所有房间都已经安装上了灯笼 而且这个效果还不错啊 这个建筑材料还是很不错的 只不过我感觉它的保温效果好像一般 哎 可以啊兄弟们 在门口再放两个灯笼啊 有一个照明 就算是暴风雪我们出去也可以看到亮光 哎 很不错兄弟们 那好 把灯笼放下之后我们就开始搬家了 不过搬家这个过程我们就留在线下了啊 那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